我以前的沒事臭,剛才吃喝完了 那主要是因為本來我的工作就是 吃喝完了 不是不是,我那個之前 早年的工作本來就是廣告業 那跟行銷啊 跟媒體都是比較有關 那套到NGO之後呢 就越做越悲情 然後呢,身體越做越差 那剛好有機會在 兩年前脫離苦海 那所以這兩年其實 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在讓身體 恢復健康,然後剛好呢 豐家兄也跟我一樣,身體健康 所以我們有一群好朋友呢 在這兩年當中啊,只要是那個 很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當然不是那種 那個極樂型的,想樂型的 而是說,在這兩年當中 因為我過去也有做一些射照 所以我發現到說,其實台灣 非常美,如果你常常到 全世界各地去旅遊啊 就會發現到說,我們台灣啊 在全世界你看到的景色 百分之七十啊,六十幾乎都有 但是,我們沒有很好的去規劃 那我們沒有好好規劃的情況之下 就你沒有不懂的行銷 就不知道台灣真的是多麼的美 那當然做社會運動裡面看到 都是比較黑暗面 比較灰色的一面 但是呢,如何在黑暗中啊 再找到希望啊 其實就是,社道的精神 那我想,這兩年當中啊 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去享受一些台灣之美 那比較不想要去噴一些灰暗的東西 那當然現在我還有另外一個工作 主要是,比較重要的工作是 關懷生命協會的執行長 主要是因為,召喊法師發現到 台灣的流浪動物問題 還有,不只流浪動物啦 野生動物等等的處境還是很艱困 所以我們想,借用我過去的一些專長 我們希望能夠在台灣的動物保護部分啊 把行政監督這一塊的機制把它強化 還有公民參與這一塊 然後讓台灣的流浪動物 不只流浪動物,野生動物啦 實驗動物,機器動物等等 有一個好的一個希望跟開始 這是,目前在幫召喊法師在做的 那另外一塊就是,我們社會人才的培育的人才 長期來一直匱乏 就是說,我們都不斷的消耗我們的能量跟時間跟精力 那我們沒有很好的,有機會培育我們的年輕人 那就算你培訓的過程當中啊 其實做社會運動,工具跟方法會很重要啦 也不是全部都要用抗爭 因為你有各種政策遊說啦 各式各樣的一個操作手法 那我們怎麼樣讓下一代的年輕人 對於投入NGO啊,有希望 然後他有工具跟方法 這是所以我最近成立的一個金羊毛冒險學院 我們就在做社運人才培訓 那,完全是沒有經費 不過做的還,因為沒有經費 就是大家都當義工 我們今天車上也蠻多朋友都有幫助過我 那讓很多年輕人覺得 投入NGO這一塊啊,是有希望的 然後他們也願意奉獻他們的生命 一起投入 那我想大家一起來為這塊土地努力的話呢 就會更美好 所以這次來啊,主要是 雲林因為過去在當任環保聯盟的時候呢 也反八斤,反湖山水庫 雖然後來湖山水庫還是在興建 但是八斤至少擋不住了 那因為擋了八斤,結果才有一個 冒出一個國光石化嘛 不過現在因為六斤也是要擴產 不過撇在這些環境議題裡面 其實雲林是非常漂亮的 我想可以透過這一次的 體驗蒼返裡面 讓雲林人知道說呢 可以透過呢 他們產業的振興 農業的振興 可以不要這種高耗冷 高污染 高耗水的產業 我想這是我們 這群NGO來 如果我們有機會在微博啦 臉書啦 或者博洛克發表說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扮演一些 積極公民的角色 把這些訊息傳達出去 好,這次就這樣,謝謝 謝謝